大家好,我是安心整合的陳大 很多客人問我們說為什麼我們五點以後就不接客 其實我們沒有大家想的這麼早下班 那目前的時間是晚間六點半 目前時間是晚間六點半 帶大家去看看我們晚上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Let's go 我們來到我們的讀書會 那我們這兩位小姐在3月13準備要考室內工程管理以及的數科 那學科都已經通過了 欸,宇文,你工程管理以及學科考幾番? 來,小劉,你呢? 好,那因為小劉是我們比較新的同事 所以目前是第一次參與考試 那我們宇文已經在去年幾月 去年11月已經考取室內設計 學科、宿哥都已經通過了 已經是合格的設計師了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另外兩位正在準備要考室內配線以及的同事 他們是在3月20比兩位小姐還要慢一個禮拜 3月20要考學科 才剛開始要考學科而已 學科通過之後還有數科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那對面這一位陣線 那陣線來公司兩年多了 那目前室內設計以及已經通過 工程管理以及也已經通過 現在在考在這家公司的第三張證照 室內配線以及 那我們晚上其實都有一些自主進修課程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因為今天是禮拜二 所以今天就有這一個小組 好,大家加油 剛剛我們進看了我們其他幾位同事正在自修 那因為我們公司都有不斷的在安排一些自主進修課程 我們會要求我們在我們這邊上班的室內設計人員 全部都必須要考到室內裝修設計執照 工程管理執照 那就是有部分的人我們會繼續讓他再考取其他的證照 比如說室內配線、廢棄物清運、自來水配管這些 我們都有陸陸續續的一直在培訓這些人員 好,那我們剛剛看的是在自主上課的這些同事 那因為他們即將考試 今天是二月二十二 那第一組是三月十三就要考試 距離今天不到二十天了 好,那我們去看看我們其他的同事 下班之後都在做什麼 這邊是我們的設計部門 好,那這兩位小姐都是室內設計師 好,那目前兩位小姐通通都有室內設計 以及執照跟工程管理執照 好,那我們現在來稍微跟他們聊一下 小A,來 這個是我們公司非常資深的一個設計師 好,那叫做小A,相信很多人都認識他 現在我們有兩位同事準備要考室內工程域了 可以用過來人的心情或給他們一點建議或祝福 嗯,因為我剛好在準備我的一個設計提案 所以我現在還在找資料中 那針對工程管理考試 去年坦白說考了91分 那其實在準備的過程中 其實工程管理的資訊量非常的龐大 所以在準備的時候其實會有一點無力 可是相對我覺得他學到的專業的知識內容 就是在工作上很有幫助 那我覺得我們同事其實兩個都滿認真的 那我覺得他們一定考得上 好,那這時候我們來訪問一下我們的龍龍 那龍龍也是很多客人喜歡的一個設計師 非常的親切、熱情 林家小女孩 那你對我們兩位同事有什麼話要講嗎? 考試的時候不要太緊張 放寬心去考就好了 那加油 請問你去年考了幾分? 我去年好像考了81吧 印象中 OK 那我們有去做了一些調查 81分算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分數 去年坦白說考了91分 考了91分 考了91分 那我們去年總共有五位同事報考室內工程 那是在公司自己的培訓之下 五位全部都上 其中有一位 其中有一位今年要報考室內配線舞技 那位蔡先生、蔡振憲非常的認真 那這兩位設計師目前是雙正 就是我們所謂的12500跟12600 通通都有 在營建署也全部都有登錄 他們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我們還有最後一位在場的同事 就是一樣有室內設計跟工程管理的同事 裕方 裕方對我們兩位要考工程管理的同事 有什麼建議或祝福? 相信大家就是很努力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順利的考上 加油 那我們是對我們自己的同事蠻有信心的 因為我們平常值得自我要求有比較高 六日他們通通都要來這裡自主訓練 我們一些有經驗的同事會指導他們 然後沒事就是在這邊反覆的做練習 那我們相信他們今年一定可以金榜提名高分入學 我們不需要注意 我們在這裡 出發 結婚 任務提供 每勝負 等級那些公司 我們會進入